在流量极王道的娱乐圈,无数人为了获得名气,想方设法地制造话题,博取眼球,甚至为了得到更多的露脸机会什么烂片都接,即使被骂也无所谓,只为了不被观众忘记。 与这些挤破了脑袋想争一点话题量的人相比,有的明星却很是从容,不拍戏的时候他们就隐形,甚至时隔多年才产出一部作品,然而别看他们不经常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热度却丝毫不减。 一旦出现,聚光灯和观众热切的目光,必然会围绕在他们身边,这不禁令人好奇,究竟他们凭什么可以稳居观众心中呢? 一,胡歌。要论娱乐圈的男神,胡歌必然榜上有名,他英俊又不失阳刚之气,兼具了少年与成熟男人的魅力,被称为娱乐圈唯一一个男粉比女粉多的男性。 然而,他能够成为顶流,不仅仅因为帅气的长相,更重要还是靠作品说话。 二时出头因为李逍遥一炮而红,然而名声大噪的时候,他却不幸遭遇车祸。 这一停便是三年,等他再回去时娱乐圈已物是人非。 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笑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偶像来说,失去了娇好的容貌,便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殊不知经历过生死之劫的胡歌,此时早已转变了心态。 受伤的眼睛的确曾令他心灰意冷,却也让他认清楚了自己以后该走的路。 他不要当偶像小生,唯有实力的强大才能让自己走得更远。 于是他开始远离娱乐圈的纷纷扰扰,专注于感受生活,提升演技。 所以我们看到了,狼牙榜李神机妙算却隐忍克制的梅长苏,伪装哲李傲娇任性却身手不凡的名家少公子。 这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让胡歌的成功比以往来的更加迅猛且扎实。 可以说但凡胡歌出演的作品,其口碑和质量避暑上成。 因此即便胡歌并不热衷于综艺、广告、拍戏之余就像普通人一样买菜逛超市, 但只要他出现,人们的目光便再也难以离开。 前不久热播的繁花,足以证明无论消失多久,胡歌的号召力都一如既往。 这样一个不炒作不张扬,将挫折转化为命运的馈赠, 时刻将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优质演员,怎么可能会过气呢? 二、陈坤 近期消失在大众事业很久的陈坤,被传出现在了历史剧张居正的入选名单,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一时之间,失望和期待的声音同时出现。 有人认为陈坤的长相与张居正不适配。 陈坤的长相偏柔和,不符合张居正那一身正气的人物形象。 但也有人认为陈坤的演技足以称得起这个复杂有深度的人物。 暂且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但能像陈坤这样出道近三十年,已经年近五十, 还能拥有如此高话题度的男演员属实少见。 而这与他的实力脱不开关系。 两千年陈坤凭借相悟相与右相丰,展露头角后, 仅仅四年他便凭借金粉世家,一举成为最炙手可热的顶流。 他饰演的金燕熙风度翩翩,温柔体贴兼具幽默风趣。 他的出现令众人心中的贵公子,第一次有了具象画, 如今时隔二十年还是让人魂牵梦营的存在。 这之后,陈坤的事业迎来了飞速发展。 无论是《云水瑶》中倔强又深情的陈秋水, 画皮中在两个女人中摇摆不定的王生, 还是《龙门飞甲》中阴柔狠厉的《多宫与画田》, 都被陈坤演绎的入目三分, 成为观众心中当之无愧的实力派。 然而从二零一三年后, 陈坤却好似从迎评中销声匿迹了。 直到五年后他主演的《天圣长歌》播出, 陈坤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要知道娱乐圈输送明星的速度犹如雨后春笋, 消失后被观众遗忘的例子比比皆是, 然而这件事在陈坤的身上却不成立。 再次归来的他依然稳坐顶流之位, 出演影视剧从来不缺热度, 唯一依次跟作品无关的话题, 便是关于他身边突然冒出的儿子。 然而就在别人想方设法制造话题争流量的时候, 他却保持沉默, 极力隐藏自己的生活。 或许是为了保护家人, 或许是他根本不屑于拿私生活炒作罢了。 毕竟一个真正的演员从来都是靠作品说话。 三,周迅。 提起娱乐圈的佛系演员, 周公子周迅首当其冲。 甚至有人说他是最不像明星的明星。 别人录视频穿得光鲜亮丽, 他却梳个大悲头, 别人走红毯穿得花枝招展, 他却像个开心的路人一样感叹, 人真多。 不禁令人好奇, 这么一个不注重形象, 还不会说话的明星, 究竟是怎么红了二十多年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周迅的演技了。 但凡与他合作过的搭档, 无不称赞其事。 最有灵气的演员。 要知道周迅的长相和身材 在娱乐圈并不出众, 既不是标准的三平五眼, 也没有凹凸有致的玲珑曲线, 甚至还因为一副公鸭嗓 受到网友的嘲笑。 可周迅却愣是用演技 掩盖了这些不足。 从《大明公词》 到《橘子红浪》, 从《画皮》到《龙门飞甲》, 周迅的演技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即便是年近四十的年纪 出演红高粱,也丝毫不会给人出戏的感觉。 而,如意转播出时, 虽说装造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后期还是靠着周迅的演技力挽狂澜, 不免令人发出,真香的感叹。 如今已经快五十岁的他, 虽说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三十余年, 却还活得像个圈外人一样。 年轻的时候, 还能凭借偶尔的官宣恋情看到他的消息, 现在嘛,只能祈祷他多拍戏了。 要不然观众时不时就会怀疑, 周迅是不是退圈了。 四,高圆圆。 按照常理来看, 只要一个明星很长时间内没作品, 没曝光度, 那么大概率离过期不远了。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 冷门歌手孙燕姿。 这样的梗, 其实也不怪观众这么想, 毕竟曝光度和流量, 商业价值都是息息相关的。 但也有人例外, 要说娱乐圈结婚的女星不少, 但结了婚还被亿万网友心心念念惦记的女星, 却是极少。 即便高圆圆不露面, 网友与赵又婷的夺妻之恨,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么, 高圆圆身上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高圆圆从广告跨界到演员, 出道以来的作品并不算多, 演技也只能算是平平。 目前最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刚出道时的作品。 不管是清纯甜美的青嘴女孩, 还是由爱生恨的周芷若, 高圆圆单凭自己独树一帜的气质, 便俘获了万千网友的心。 即便身为反派却让人恨不起来, 反而是我见尤莲, 更一举让高圆圆晋升成了国民女神。 这之后, 高圆圆接到了不少戏份, 但演技却始终是温水煮青蛙, 再也没有出圈的作品, 婚后甚至淡出了荧幕。 可时至今日, 国民女神的称号仍死死地焊在她的身上。 观众对高圆圆的偏爱显而易见, 但这份偏爱又不无道理。 毕竟放眼内鱼, 像她这样的美貌和气质可是独一份的。 既有少女的单纯灵动, 又有熟NV的温婉优雅。 但更重要的是, 她从不恃宠而骄, 从不利用自己的美貌大肆宣扬, 也不会仗着美貌揭烂片。 当被问到现在为何不拍戏时, 高圆圆坦诚地承认自己演技天赋的平庸, 如此清醒通透的发言很难让人不爱。 所以即便她不再有作品, 她在观众的心里却永远不会过气。 5.周星驰 如果说谁能代表喜剧电影的标杆, 想必这个人非周星驰莫属。 虽然已经近四年没有她的消息, 而且坊间关于她的臭脾气都不敢恭维, 但她的名字却注定会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存在。 1988年在经历了近八年的龙套生涯后, 周星驰终于凭借霹雳先锋中的小混混一角, 在金马奖上崭露头角, 并开启了属于她的无厘头电影时代, 更凭借赌胜、陶穴威龙、审死关, 连续三年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 与周润发、成龙并称, 双周一成,已然是教父级别的人物。 然而周星驰在电影上的野心并没有止步于此。 1994年周星驰开始自导自演电影, 无论是《喜剧之王》里的龙套演员尹天愁, 还是《少林足球》里充满斗志的武侠迷, 亦或是功夫中洗心革面的小混混。 周星驰将对梦想的执着全部倾注在了电影中, 令人回味无穷。 即便是当时并不被理解的《大话西游》, 如今在看却已是局中人, 摘下或戴上紧箍的两难选择, 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周星驰盖世无双的才华。 即便如今周星驰早已退居幕后, 而《新喜剧之王》, 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味道, 但只要有周星驰的名字出现, 人们还是不约而同的翘首以盼。 或许人们等的不是电影, 而是心中的那份感动和念想。 都说现在是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 娱乐圈更是充斥着无数的快餐式明星, 但总有人保持着一颗初心, 在观众心里长久地占据着位置。 到现在你们还觉得流量真的能决定一切吗?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